花蓮好季魅力回藍千人排舞展演6号 在县立体育馆盛大登场 看台上也有人跟着手舞主导非常热闹 县长徐正卫立委夫婚旗特别请来参加开幕典礼 而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各县市成员 有600人也身着橘色服 联手快乐演出 冠军体育会运动舞蹈委员会主委曹贵湘 指导老师叶欣灵 也请大家把握难题的机会 精心观赏专业表演 明年期每队都有机会成为他人观目的对象 千人排舞展演指导单位是花蓮县政府 由花蓮县体育会 现任海力美服务处主办 花蓮县静魅力健康排舞协会承办 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协办 具体呈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共的刻骨努力 千人许中卫立委夫婚旗分别小跑步参与舞者掌声问候 也下场与人千人共舞 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老天爷让花蓮的我们的植物 真的有喘息 有让它这个更更强壮的时候 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今天迎来了大家从我们全国各地来 我们真的要谢谢大家能够给予花蓮最大的祝福 我也要谢谢欣宁啊还有我们陶贵乡理事长 他们为今天的表演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所以是不是给花蓮的姐妹们兄弟姐妹也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谢谢欣宁 至于花蓮在我们从108 109 从我们的五个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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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我们的这个慢精品以及永续是花蓮的日常 以及今年是花蓮走向世界世界看见花蓮 其实我们都在实现一件事情 就是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因应四十大道之间 所以凡事到最简单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 每一个人都孝敬父母 每一个人都敬天敬地 敬父母 敬我们所有的大家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心善 而且都是一个小小的光子 都是一个很棒的磁场 让这个光子和磁场不断地跌出涟漪 成为我们一个最美好的家 最好美好的社会 最美好的国家 天童舞蹈展演有两首有光的所在 丁统世界 与花蓮县爱丽莎 拉丁舞蹈团等30个 舞蹈相关团体动员500人 身穿蓝色运动服 进观文化艺术基因会各县市成员600人 则是全部穿着橘色服装 联手快乐演出 看台上也有参与者跟着手足道 场面状况不施温馨 记得就位华州老